7月23日零時至24時 博士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3例 其中11例為無症狀感染者 轉為確診病例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19例 截至7月23日24時 博士現有確診病例93例 無症狀感染者85例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 每天新增報告的病例 不等於新感染的病例 比如22日新增的18例確診病例中 16例為無症狀感染者 轉為確診病例 23日新增的13例確診病例中 11例為無症狀感染者 轉為確診病例 這兩天報告的新增確診病例 大部分都是對 既往無症狀感染者進行 檢測和匯診後 轉為確診病例的 不是新感染病例 隨著核酸檢測的不斷推進 還會由散發病例 和無症狀感染者 被篩查出來 這其中的一些 還會轉為確診病例 所以 一方面 請廣大市民不要恐慌 另一方面 要積極配合 落實各項保護措施